繼續來看青年創業的消息 為日江議關中保養有兩位在地青年 合作創業的建築模型製作公司 前幾人是東俄 作為行過創業初期的辛苦比較困難 勇敢面對調整 運用他們的專業 軍港合作交流意見 牽手開創建築模型的輸入道路 現在每一步一步 持續的努力向他們的共同目標前進 作為來看看他們的專題報道 看起來已經是經濟的建築模型 出自一個年輕的建築模型製作團隊 自他建築科學的徐民進 對建築模型的設計製作真有興趣 經過一段時間的經驗累積 我定加東俄黃聡林作為合作創業 共同道日建築模型這個很多人 有機會接觸到的領域 將處開創他們的創業資料 我就是在讀家高工建築科的時候 有一門科就是叫建築概論 然後他就是需要做一個建築模型的作業 然後我就開始慢慢對這個猛生一些興趣 然後後來我也是因為當選手有既有保送的資格 所以我選擇了那個建築系的科大 然後我就在讀到大二大三我就一直在思考 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我其實對設計並不感到很多的興趣 然後我也不想要走事務所 後來我就比較注重於做於 就是在於那個做模型的方面上 就是對於這邊比較有熱忱 我是在台中的廣告公司上班 然後後來我那邊辭職之後想說要快速存錢 所以我就回到我家這邊來工作 然後剛好他那個時候在模型公司 已經做了差不多一年了 那我後來就是跟他一起去 去模型公司裡面一起去磨練 那後來從學徒到師父 然後到會做案件 然後開始發現說 這些東西其實我們也是有能力去自己操作 那只是剩下就是客員的部分 我們可能還需要再去開發 那為什麼不要說自己嘗試看看 然後剛好因為就是這個地 就是剛好也有 我家人也有提供一個地方可以給我使用 那就是這個因緣際會下就想說 那我們就一起拼拼看這樣子 在家裡的人的支持之下 黃聰林跟徐明正兩個人勇敢創業 分工合作 發揮自己的專長 創業初期可以說是非常辛苦 但是兩個人好想鼓勵呼吸 現在需要也漸漸穩定 一開始很累 就是我們去翻那個黃頁 就是看那個所有嘉義的建設公司 然後做Word檔一個一個明細 就地址電話 然後印DM 然後先以發DM的方式去 然後再打電話一家一家 就是問說你們有沒有收到我們的信 然後對我們的 對我們做的模型有沒有興趣 能不能讓我們試看看 那其實一開始是相當辛苦 因為人家根本不甩你 因為你沒有拿出一個實質的時機 人家就不能接受 那還好當時是附近有一個建設公司 願意給我們一次機會 那讓我們能藉由那個機會去好好發展 那我們才有一個第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案件 可以去投放廣告 然後再來才有辦法像現在這樣子比較順利的去運作 很辛苦啦 創業一定很辛苦 一開始沒有員工的時候 就是也有接過非常大型的案件 就是檯面是大概是四米乘兩米 那個時候就是只能我們兩個 就是一直加班 整個月都 一整個月都沒有休息這樣 就這樣子硬做 做到真的有點資金之後才開始說 是時候可以請個員工或者是 就是這樣一步一步來 真的是蠻辛苦的 所以要創業的人真的是要有心理準備 他是手藝類他比較在行 所以他就是可能就是技術籌碼 那我的話我可能就是可以負責 因為我有一個空間 那就是大家互相支持合作 那因為我們都是做件 我們以前也都在同一間公司 常常會互相支持跟配合 所以說就其實模型這個東西 他不是說只有一種做法 是需要討論的 就是做法上是可以求新求變的 那就是技術然後空間金錢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去 培養就是團隊的默契 那其實這些都是對於創業來說 很重要的條件 對 兩個人合作創業 人們會尋到意見不一樣的時候 透過不斷的理性討論交通 互相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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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已經是感受的兩個人 維持到很好的關係 工作團隊也越來越進步 大家意見不同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解決問題 而不是說吵得很兇 然後這個問題就因為碰撞 然後就割在那邊 我們基本上是不會這樣 就一直討論 一直討論這樣 然後我們討論完之後 也會去嘗試說 我們講出來的結論 到底做不做得出來這樣 就是兩個人講出來的方法 都會去做嘗試這樣 當一方沒辦法就是換試另外一方 這樣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結果出來 就是不會把真子就是一直放在那邊 沒有解決這樣 有問題就是要討論嘛 那不然這次就先試你說的方法 不然下一次再試我的 那其實做模型沒有對錯 那基本上就是大家的意見就是拿出來討論 就因為大家都年齡層就必須 就像我們員工也都是 跟我們差不多年齡層 就是其實其他的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討論 那這樣團隊才會真的進步 現在創業就要摸一年 未來還有很大的一段路要走 兩個人要為他們的事業 在附近當年的目標 希望他們能夠介紹 好想夫妻 向共同的目標買進 我們其實也有在在意其他家 比較大家的模型公司 然後我們也會是慢慢的提升 我們自己的水準 如果可以的話 會比較想要看能不能超過他們 就是我們製作的技術方面 對就是慢慢的那個進步中這樣 我們都有在關注一些北部的大廠 就是比較資深的模型公司 他們其實手法上真的是蠻厲害的 當然我們要做當然是要跟好的比 那對技術層面是他說的 就是以這個目標為期許 那剩下的就是當然是希望團隊能夠 然後越來越壯大 就是也是希望說 人才能夠多一點 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長 讓這樣一個團隊才會強 才會進步 大概是這樣 是耶 過年我們來阿里山看新年的日出 好 那我要開火車帶大家出去玩 哈哈 要去哪裡 太平洋裡 可以看到天空的米粒的鯊魚 哇 可以看到我們的家鄉業 再來我們來東石魚人碼頭 我們來找海豬做什麼 那我想跟海豚一起游泳 然後去看巨人的鞋子 阿嬤也很想要去看 那是誰誰誰誰誰誰 我們一天 疼了耶 我們來去屋公 看一個電腦 先去找一個冷氣 還有水舞表演的餐廳 哇 家裡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不知道阿伯 等爸爸媽媽我們再回來 太好啦 我等不及了 家有隆隆的情味 還有數量的親愛 那些人有空都回家 回家過好年 龍宮大縣 牛船封年 邊看 快去看 那個人 那個人 我們可以當天 怎麼會 飛出 飛出 還有 才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